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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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起來聆聽神的話語 記載在《鐵上奴隸家前書》第一章第二節到第十節 《鐵上奴隸家前書》第一章第二節到第十節 我們一起來看神的話語 第二節我們為你們眾人常常感謝神 祷告的時候提到你們 在神我們的父面前 不注定紀念你們因信心所做的功夫 因愛心所受的勞苦 因盼望我們主耶穌基督所存的等耐 被神所愛的弟兄啊 我知道你們是蒙簡選的 因為我們的福音傳到你們那裡 不如在乎言語也在乎全能和聖靈 並充足的信心 正如你們知道我們在你們那裡 為你們的援護是怎樣為人 並且你們在大難之中蒙了聖靈所示的喜樂 領受真道就效法我們也效法主 第七節 甚至你們做了馬其頓和亞蓋亞所有信主人的榜樣 因為主的道從你們那裡已經傳揚出來 你們像神的信心不但在馬其頓和亞蓋亞 就是在各處也都傳開了 所以不用我們說什麼話 因為他們自己經報明 我們是怎樣進到你們那裡 你們是怎樣離棄偶像 會向神 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 等候他兒子從天降臨 就是他從死裡復活的 那為救我們脫離將來憤怒的耶穌 接下來我們要請林義軍傳道為我們來傳講訊息 他今天要跟我們分享的是困境中的信心 困境中的信心 哈利路亞 謝謝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很高興我們能夠在幸福的有福教會 跟弟兄姐妹來 互相在神國裡面一起建造 一起學習 讓我們這時候一起同心來聽我們祷告 阿爸天父 感謝讚美你 謝謝你 謝謝你讓我們是一群幸福的孩子 在你主日面前 因著你的愛 聚集敬拜你讚美你 主這時我們要互相的分享 學習 從你來的真理 主 你與我們同在 讓我們聽的 說的 都同樣 蒙受你的恩典 你這樣禱告 是奉主耶穌的聖明感恩 我們都知道 那個 基督徒 常常聽到的一些話就是 要喜樂 要感恩 這個我們都會常常聽到 就如果我剛才唱歌也是大聲唱 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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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們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 當我們在順境的時候 我們很容易唱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就是來興奮的這樣唱 可是在逆境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辦法 還是這樣子很開心的 向上帝 向人 向我們環境 來說 我感謝主 我讚美主 有時候人沒有辦法 甚至是 有的教會也沒有辦法 但是剛才的經文 今天我們要分享的經文 這間教會 鐵撒羅尼加教會 卻是不一樣的 這是一間保羅所稱讚的教會 那我們可以從這一段經文 或這一間教會 我們來思考 當時他們是怎麼樣的情況 或者是當時他們有怎麼樣的信心 可以讓我們有所學習的 那我們先來介紹鐵撒羅尼加教會的這個背景 他是在鐵撒羅尼加城 那這個城是怎麼樣一個城 全部全部都是偶像聚集的地方 所以整個你就想 全部都是偶像聚集的地方 但是這一群基督徒 他們所要面對的 不僅是滿城的偶像 因為當時的城裡面的百姓 要常常向他們的施恩 就是他們覺得那個偶像是 對他們是有幫助的 是施恩的 要常常對他們來跪拜 那甚至呢不只是這樣子 我們都知道他是 主在羅馬帝國的時代 不僅是要向當時的偶像來跪拜 甚至要向羅馬城或是羅馬皇帝來跪拜 所以你可以去想像說這一群人他要信主 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的情況 因為呢 如果太多人信主的話 我們都知道羅馬帝國他們是有階級意識的 那你就想太多人信主的話 會粉碎我的那個政治的組織 帝國的那個組織 太多人信主的時候 有可能他的整個政治經濟的情況 他就會動搖 所以真的要信主 在那個時候那個環境下 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情況 那所以呢 在新聞一剛開始 我們剛才就看到說 保羅用幾個重要 三個重要字去勉勵這間教會 他怎麼樣說 他用信心愛心盼望 這三個詞去勉勵這間教會 因為我們剛才有提到說 這間這個教會這一區的信徒 他們要信主是怎麼樣子 是很危險的 或者是內在是很折磨人的 因為我們剛才有介紹說 他們要信主可能旁邊的鄰居啊 他的同事啊 他的朋友可能就要怎麼樣子 要去轉向他們原本的系統 應該是說怎麼講的 應該是說他們要信主之前 他們要信主之後 他們必須要去撇掉他原本 他原本就認為 他所認為神聖的事情 所應當的事情 他原本認為對的事情 因為基督的價值 因為基督真理在他們裡面 他們都要全部的來拋棄來 重丁重新的設定那個系統 那我們可以看到的是說 而且呢信徒要去來信主的時候 他們面對的鄰居 不知道怎麼跟他們講 可能就是不一樣的 有不一樣的想法了 他必須要怎麼樣 他必須要因為面對他的家人 他的朋友他的同事之間 因為他的想法是不一樣的喔 甚至他們怎麼樣 他們所堅持的是一個 跟原本的他們的政治 他們的經濟環境 所不一樣的制度 要去等待一個 另一個沒有看到 沒有無法去想像的 一個盼望的制度 其實這個對他們的信徒來講 這是很驕鬼的一件事情 好 那所以呢當初的信徒 我們有講了他要在正常 他們很酷普的環境下去明白 去了解去堅持他們的信仰 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的 他不僅要得罪他的朋友 然後跟他原本的環境 以及政治的經濟環境 產生衝突 那也可能得到迫害 還有可能他來信主之後 他的朋友可能就沒有辦法 他可能會面對 首先會面對的朋友 就是逼他而去 要不然呢 就是同事可能會譴責他 或者是呢 經濟會受到一些制裁 這是很實際的狀況喔 甚至呢他的朋友 不只是這樣子 還會想盡辦法怎麼樣 想盡辦法的來勸告他說 你別信主 想盡辦法把他們扭轉過來 扭轉過來變成他們 原本的信仰 原本覺得合理的信仰 那他們就是在困境下 困境下去信主的 那我們可以提到說 信主很多年的基督徒 我們常聽到說 困境是使人可以成長 使人可以磨練的 但是我們從經文的背景來 我們可以看到 保羅在這裡就指出 三個基督徒的生活特質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信心 愛心 跟盼望 可是呢 我們可以從剛才我們聽到 第二節那邊看到 信心 愛心 盼望 其實它對應的是什麼 它對應的是功夫 忍耐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信心 功夫 忍耐 還有什麼 堅固 其實是很 很吊詭的一件事情喔 這三個信心 盼望 愛心 可是卻是在這三個情況下 去做呼應才能夠顯示出來 因為有時候嘴巴講說 信心 我有信心 我有信心 很容易 但是信心其實它講的功夫 功夫是要在平常的行為 舉止 生活上去顯示出來的 這是需要花時間 花工夫 去琢磨這個信心的品德 同樣的 因為你這個堅持的信心 也是要在怎麼樣 因為愛心上面 有時候我們講說 欸 我很有愛心 我很有愛心 可是它這邊講的愛心是怎麼樣 它這邊講的愛心是在一個 不是我今天開心 我就行善 然後我明天下雨了 心情不好了 就不行善的 沒有 它這邊指的愛心是在一種 很很艱苦 很勤勉 還是持續的來做這樣子的事情的愛心 所以我們可以看見出 因為這樣子的愛 愛心 所以他們鐵上路民家的信徒 因為被這樣的愛心所吸引 所以他們還甘願的來獻上自己 來認識來跟隨這個信仰 那我們可以說這樣子的信仰 或者這樣子的忍耐 並不是一種積極 並不是一種消極性的 或者是被動性的 這樣的忍耐 反而是一種主動 而且有魄力性的忍耐 而且是帶著什麼 帶著一種很沉穩 很確信的期待在裡面 因為我們都知道 如果一個人忍耐久了 有時候他們信仰會產生苦毒式的信仰 我們可能不知道 我們基督徒有時候當中說 忍耐忍耐忍耐 可是有時候我們用苦毒式的信仰 在我們裡面 我們都不明白 但是他這邊有提到的 是一種 並不是一個苦毒性的信仰 也許我們可以說 患難可能是 願意跟隨主的門徒會遇到的事情 就像耶穌祂自己所預言的一樣 但是我們不一樣的是 我們透過三會一體的神 把聖靈撒似給我們 所以在這整個經節裡面 我們看到鐵上弘明家的幸福 他是用這種歡歡喜喜的態度 來去面對他周圍的環境 看起來是困苦的 但是卻是歡歡喜喜的 就如同加拉太書 我們當中的人知道 加拉太書裡面 聖靈所結的果子 其中一種是喜的 歡歡喜喜的態度 也就是說他們的信仰 是一種別的信仰所看不到的 在苦難當中 人就是歡歡喜喜的 這是很特別的 不一定有信仰可以看見這樣 但是他在這邊特別強調是一種 歡歡喜喜 在困苦當中 人就是歡歡喜喜的信仰 所以這也是阿羅 在這邊我們剛才提到說 阿羅他有提到說 這個鐵上弘明家城的人 這一群信仰可以成為別人的榜樣 是不是榜樣 那在原文的意思 可能就是指說 他是經過垂擋鑿之後 形成的樣式 我們用一個圖像來想像 那個可能有塊印章 然後他去鑿刻鑿 鑿刻完後 然後成為了一個很漂亮的圖案 那甚至可以成為一個很特別 很特別的形式在這當中 那這就是門徒的記號 這就是門徒的記號 那說到這裡呢 我們剛才介紹這麼多 鐵上弘明家信徒的背景 我們可能會講說 我們弟兄姐妹可能會講說 欸 我沒有我的環境沒有當時 鐵上弘明家的信徒 有滿城的偶像 我的環境沒有這麼破 我要第一句 我們今天可以很舒服地坐在這裡 我們有可能也沒有受到什麼 逼迫當時的逼迫 我們今天要來教會 不來教會 我們可能不會受到政治的壓迫 都不會不會像那個 剛才我們提到的鐵上弘家信徒的人 所受到的環境一樣 但是呢 我們有可能是怎麼樣 我們今天坐在這裡 我們都是上帝所蒙 上帝監選的兒女 監選的門徒 我們有可能在我們各式各樣的罪中 甚至呢 在各式各樣的權力的環境裡面 我們要去爭鬥 我們要去與他爭鬥 與他有所分別 甚至有可能是 我們要在我們自己的所在的生活現場 我們的生活現場 或是我們辦公室 我們可能一進一進去 或生活在我們所在現場 我們就會面對到什麼 面對到這樣的情景 其實我剛才提到的這個 鐵上弘家這個情況 它其實對應在那個使徒心 那如果你們今天有帶聖經的人 可以翻譯一下使徒心 專的十七章一到九節 其實它講的就是在講 鐵上弘家這個狀況 是怎麼樣子 他們為了信主來傳扬福利的時候 他們可能是被逼迫 如果被誣告的一個狀況下 有苦說不出來 有可能我們來教會 可是我們同樣 我們在生活的現場當中 我們會面對 我們無法面對的困境一樣 就如同鐵上弘家的那個 對應的使徒心傳十七章的一到九節 是很清楚地描述他們遇到的環境 遇到的困難是怎麼樣子 有可能我們就是這個狀況的信徒 這個狀況的兒女 但是鐵上弘家的經句 我們剛才讀的這一段話裡面 我們聽到的朋友看到的是 上帝透過聖靈來安慰我們 來幫助我們 去向外人來說出我的信仰 是活著的信仰 我的信仰是一個可以幫助我去 勝過我的環境 勝過我困難的信仰 因為怎麼樣子 只有在有時候我們人 就像我們前面所講 我們人是沒有辦法去勝過那個環境 勝過那個困苦的 唯獨神幫助我們 神使我們可以去勝過那個環境 把一個彎彎兮兮兮快樂的心放在我們裡面 我們可能會想到的是 鐵上羅尼教的信仰 他可能他們還沒有當時 他們除了堅持信仰之外 他們可能沒有想到的一個 一個在困境當中 他們所產生的什麼樣的信心 他們產生的信心 帶來什麼樣的效果 效在當中 就是其實跟我們 剛才唱的歌一樣 蔗誠教給我們 他們的反 他們鐵上羅尼教信仰 他們可能完完全全沒有想到 他們的信心 真的如同我們剛才所唱的歌一樣 因為他們的信仰 我們剛才有介紹說 他是一個貿易的港口城 他是一個四通八達 就是很富有的港口城 因為他們的堅持 其實我們整個基督的信仰 就是在那個城市 當然有個城市是宣教的城市 這個城市的這一群信徒 因為他們在這樣的環境下 願意堅持下來 結果他們成為整個基督徒 因為這是貿易港口城 而且是富有的港口城 所以變成是後來福音四處的 散開來的一個城市 我想這也是他們當初 他們沒有辦法想像的到 就像有時候我們的困境 我們沒有辦法明白 但是呢 我們因著像 鐵薩文一家信徒 所面對的環境 所處在所願望的態度 怎麼樣 轉向轉離 轉離這個環境 他們就是服侍神 然後安安靜靜的等待上帝的時間 就是上帝為他們開啟一個 他們當初他們只知道這個信仰很好 但是他們不知道這一群人 這個城市成為一個 讓我們現在都能夠聽到福音的一個城市 所以困境中的信心 有時候是會讓我們有意料想不到的 那我也邀請弟兄姐妹 有時候我們不明白我們的環境的現場 為什麼會遇到這樣的事情 有時候我們甚至會跟上帝說 要是我不是基督徒的話 我反而是活得比較自在一點 我反而可以怎樣怎樣 我不曉得弟兄姐妹有沒有這樣子 有時候因為這個信仰 反而讓我們拘束了 有可能當中有人會這麼認為 但是這一群信徒 他們願意這樣子持守信仰 不僅幫助他們 提升他們 而且他們自己都不知道 他們站了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來帶更多人來信主 所以用這一段經文 今天我們用這一段經文 來跟大家分享 他們轉向原本的環境 然後能就服侍上帝 能就等待仰望上帝 但是上帝就把一個歡歡喜喜的心 放在他們每一個人當中 讓我們一起同心來祷告 祈愛阿爸天父 我們向你獻上感謝 主 謝謝你 謝謝你 時時刻刻保守我們 主 在我們不明白你的狀況 你的旨意的時候 我們覺得我們無法勝過的環境 但是主 你時時刻刻保守我們 主 求你幫助我們 有一個新的眼光 新的看見 來面對我們的環境 來幫助我們 勝過我們原本所不能勝過的 主 謝謝你 謝謝你再一次的 將你的平安 你的喜樂 賞賜給我們 主 我們願意 以你的愛來回應你 主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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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時刻刻 在不同環境 不同的喜樂 哀傷 甚至是 我們無法勝過的環境之下 你的保守與我們同在 您這樣禱告 是奉主耶穌的聖名感恩 阿們 謝謝主 用這首歌 來向主來回應 是 心會 鼓夢 神一次給我 緊γ著的心 靜緊的隨你 我可不更深爱你 因你一切爱我 跟随你一脚步 我属你推破火车 每一切爱你一脚 任何心经历我愿 这一生任下你 属于我的心包住 引导我生意 赐予我甜美的体 任何心经历我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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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事上面的困境 工作家庭婚姻上面的困境 但是我们仰望住 神就把像当时 帖撒罗利加信徒 所面对的困境 但是所带出来的信心 还有喜乐的信 丰丰富在我们一个人当中 阿们 阿们